你只中途 她們兩個會不會是殉情啊 小貝 她 就是妳的選擇 老貝 妳是怎麼動人的 我是小貝的媽耶 妳要相信妳是小貝的媽 雅思 謝謝妳 沒有去英國 老貝謝謝妳 希望妳還活著 讓我可以愛妳 大師 妳為什麼答應我去英國 妳給我的期待 現在這樣對我 我什麼都沒有啦 我什麼都沒有啦 妳太過天真 也不夠誠懇 那妳兩眼不深 當然不夠童人 我有天分 讓妳重新做人 完美情人 完美情人 就要單身 請想清楚 只要走進這麽紙棍 你會發現我們 之間沒有什麼是不可能 愛上一個人 我不得不去小心認真 愛上一個人 總是讓我太過分身 愛上一個人 我不得不去小心認真 愛上一個人 總是讓我太過分身 愛上一個人 如何才能得以百分 給我的眼神 又可以美夢成真 又可以美夢成真 晴空 牛線來吧 我可以體會你那時候 我可以體會你那時候 在Nail Image的心情 每天看著我跟雅思 出窗入對 你心裡一定很不好受吧 你現在叫我留下來 每天看著你們兩個人 你一定要有受這種煎熬嗎 如果你堅持要離開的話 你可以會接受雅思 在安排到英國治療你的手 雖然雅思一直沒有跟我提過 可是我知道他非常放心 不下你的手 阿思很了解你 他怕你離開之後 會不管自己的手 都不去治療 你在法醫界的成就 曾經是雅思最大的驕傲 他不能看你這樣自毀前程嗎 他都已經放棄我了 還擔心我手幹嘛 你跟雅思在一起過 你應該要了解他 他不會永遠把你忘記 他會把你放在心裡 但是任何人都沒有辦法 取代的回憶 請Call 你接受雅思的安排去 把手治療好不好 讓你們之間 幫助最美好的一切 不要讓雅思再愧疚和不安忠 度過一輩子好不好 我曾經放棄過他 現在他放棄我 我跟他之間 誰也不欠誰了 麻煩請你幫我轉告他 請他不用 對我感到不安或愧疚 好好珍惜你們現在的感情吧 好 我對不起我沒有把情風捉弄得了 我把心中捉弄得了 原來我心裡的痛苦你都知道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上面的字迹跟你爸爸的完全不一样 就是谁填的 是我填的 可是我没有乱填 妈妈的姓名是叶可兰 这不会是第一名模叶可兰吧 我妈就是第一名模叶可兰 拿回去交给爸爸 教她填 再拿回来 喂 如果你妈是第一名模的话 我妈就是第一夫人了啦 这是真的啊 她答应要有人在朋友我身边 不信的话我叫她啦 别瞎掰了 怎么可能 不然我们来打个赌 我叫第一名玩家第一夫人 说的是小狗 谁要跟你赌啊 神经病 反正你说你妈是叶可兰 我们是不会相信你的 我们不跟说谎男的家朋友 走 我没有说谎 叶可兰真的是我妈妈 不信的话我一定会证明给你们看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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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你是設計師嗎 我是 我是重感田徑小天后 你怎麼可以幫我用一個 這麼老氣又這麼古板的髮型 沒有吧 就是依照你們經濟人的概念做的 這樣子很不錯 John John 你過來 John 怎麼了 你看看 這樣對嗎 這次專題封面如果這樣子拍的話 怎麼可能突破二十萬張 二十萬張 那已經是四年前的事情 如果這一次你可以賣兩萬張 故事就回本了 你是說我過氣了 過氣小天后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沒關係 好 你先坐 好 沒關係 我來處理 不是過氣 我找David幫我做造型 David Bel 你要搞清楚 你現在不是當空的 你怎麼請得動David 我當空的 我當空的時候造型 就是他幫我做的 那時候多少人模仿我 身材拿我跟西田光比 我知道他已經從東京回來了 你幫我打電話聯絡他 我要我回到以前那麼可愛 聯絡他 快點John 阿摩 阿摩 你的意思是說 阿摩要捲土重來 重新進入國內的發瓶市場 是的 記不記得 去年我們剛開幕的時候 很冒失的把人家的發瓶 發表問題搞砸 阿摩 本次中邦 還在那裡的 就是中邦代表 現在阿摩 所得New Image 為主要目標 並且重新禮聘 David Yaw 進去鼓勵市場 David Yaw在東京發跡 得過很多的國際大獎 東京Salon姐 給他一個稱號 叫魔鬼之手 聽說他這幾年來 很少親自操刀了 轉往開脫市場路線 已經沒法行銷 你這少用的成立 光靠一個設計師是不夠的 有人知道 其他設計師的陣容嗎 我有聽說他們到處在挖腳耶 要招考新的設計師喔 這點我想我們不用擔心 因為國內最強的設計師 應該都在New Image 魔鬼 你幹什麼 你有沒有看見我在開會嗎 你是在幹什麼 你是沒有看見我在忙是不是 我要請假 你請假 什麼事啊 什麼事啊 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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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來不及了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你 私事 什麼要不及死 你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你 我們 你 拍照 什麼 你 Mango 三位都是在非常有名的 Salon担任的设计师 但是你们要知道 我们Amour的标准 比你们想象中 要严格许多 现在让我们来欢迎Amour的总监 David 我就是David 你们知道我们今天的Amour要教考的习 是顶级的设计师 但如果你们技术没有到顶级的话 现在就可以离去了 很好啊 三位都很有自信嘛 那我现在要告诉你们 今天的考试 只是考你们的剪头法 我给你们十五分钟的时间 剪出你们最有把握的发型 一个顶尖的设计师 能不能够动风着急 最后还是要看 他用剪刀的功力 十五分钟计时开始 开门 停 你确定你是个Styler 是吗 他能最基本打包的功夫都做不好 他还算是一个Styler 是吗 而莫尔请你当设计师的话 我们就等惯了 莫尔 你出生于法医师家 对不对 我爸妈都是设计师 你看那个头发 你发量一点都不足够的控制 发根的部分就那么多 这样的头发怎么整理啊 我觉得你应该远离你爸爸妈妈的保护 如果你愿意来阿莫工作 我会考虑一下让你当一个洗头小明干什么 你是中海来的 New Image New Image 毕竟是New Image的Styler 可是你在New Image里面 你应该是精品魔作了吧 我们阿莫需要的是顶尖的人才 不需要精品魔作的人 没关系 我去看你 赵兰 不是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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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小姐 我们在你开兰卫室你们 你不就是那一位 过气小天后啊 Dev y 好久不见 我還重新出唱片了 是嗎 我恭喜你了 不過你看他們把我的造型做亂七八糟的 還說要走什麼成熟路線 我有這麼老嗎 David 我還是試著走可愛小天后的路線對不對 你都出道那麼久了 純真可愛的路線找著應該變了吧 你現在應該走參數一點設計了吧 對嘛 對嘛 你看 這是不是跟我幫你規劃路線是一樣的呢 我想你是不會撿了吧 你之所以不敢動刀 是因為你過氣了吧 你剛才把我們罵得狗血淋頭的 現在你自己也不敢撿 讓我們看看你的本事嘛 要不然我們不會服氣的 對啊 除非你能夠讓他起死回生 我們才會服氣 要讓他起死回生 不是像以前依然讓他繼續裝年輕 我要重新改造這位動感天后 他的瀏海夠厚 因此髮術表面線條需要高低打層次 用中寬筋的髮捲 燙出細數的捲度 強調輕盈的律動感 吹乾的時候用手扭繞髮術 髮拉一抹 年輕動感的氣氛就表露無益 最重要的是這次大波浪的設計 還讓他做了一份成熟的小女人 妩媚性感 讓觀眾知道 他們熟悉的小天后已經長大了 感覺年輕好多歲喔 而且還帶著一點小女人的性感 比當初的動感小天后 的模樣還要更美耶 真的是起死回生耶 沒想到被David改造之後 差別可以這麼大 David 感覺完全回來了耶 沒有 我覺得現在比之前更棒 David 謝謝你 真不愧是魔鬼之手 這是造型費用的帳單 我會寄到你們經紀公司去的 OK 你們上一個人 看過我的實力之後 還覺得 有這個資格 去替我工作嗎 Mingo 你覺得這New Image 真的可以做到嗎 你的光芒 都給所有人給掩蓋了 土耳其啊 費難度啊 晴空啊 他們有哪一個不比你強啊 不過你去另外一家沙浪 那就不一樣了 你很快就會展露頭角 而且你的收入也會大幅的增加 David總監 你的意思是說 你會給我更高的酬勞嗎 什麼啦 你對酬勞很在乎嗎 不是啦 因為最近我家裡有點困難 我急需要增加我的收入 如果你們來我們這邊 你的薪金 一定會被New Image高 不過 我還沒有確定 要不要用你 我的實力還不夠嗎 還不夠 不過 我也不是一個不給機會的人 可是如果要成功的話 就要付出代價 這個觀點 你認同嗎 非常好 你有這種覺悟的話 大韓劍會告訴你這麼做 謝謝總監 看吧 走 把這一罐夾在 New Image的洗髮精裏面 你的合約就搞定一半了 走 做什麼 幹嘛問那麼多 還有死人的 這只會讓New Image 有一點小小小小小的麻煩 喂 媽 馬上要三萬 可是我還沒有發薪水 再過個幾天好不好 我馬上就可以領到錢了 好 你先不要急 我來想辦法 我來想辦法 李星是New Image的兩倍 簽約金先付你六個月喔 Bingo Bingo 這洗髮精製我 這罐不行啦 有什麼這罐那罐客人在等 先借我電話你 Bingo 想不到你是這樣的人 想不到你是這樣的人 有這種問題怎麼沒跟我們說呢 我剛剛不小心聽到你講電話 知道你家裡有急用 三萬塊先拿去吧 不好意思 因為你在公司表現一直很開朗 沒有注意到你家裡的問題 尤其現在阿末又要想辦法攻擊我們 我希望我們New Image可以像個大家庭一樣 下次有這種事要早點跟我說 天啊 我剛剛做了什麼 為了阿末的合約 我竟然在洗髮精裡面下藥 不行 我得去把洗髮精拿回來 至於阿末那邊 再上樓看看有沒有這種方法 怎麼辦啊 這件在忙什麼 我在演一檔連續劇 頭髮每天吹好幾次 射上睡眠不足 保值比以前吹好多 真的喔 我看一下 你確實需要照顧一下 要不要試試看我們的護髮 我們New Image的產品 這瘦唇的髮質很有效果 真的嗎 那一位是Linda 她是一個專業的髮型模特兒 也是我們的固定客戶 很多大明星拍洗髮精廣告的時候 都是用她的頭髮做提升妳的 她的頭髮還有頭髮 Linda 好 謝謝 這邊請 沈銘 你等一下幫Linda服務一下 Mingo 你幫Linda服務 記得幫她做護髮 你多服務一些客人 似乎就多一點 嗯 嗯 上次叫妳整理的大眼人治療 整理好沒有 整理好了 總監您過目一下 這是您要的名模資料 耶卡蘭 天下一大筆債務 這男朋友零而起 也身陷其中 阿莫的形式作風 經常以毀損他人的商譽 來達成形象的目的 上次中華法醫大賽 為了行銷法國的阿莫美髮產品 用非常低劣的手段 來作建我國的美髮水準 結果我們到了現場 發現我剛剛代表 居然是幾個剝剪頭髮的菜鳥 看你拿剪刀的姿勢 但是 你這條剪下去必敗我們 來 讓 讓 讓 小貝 你們在幹嘛 再加上一個 很有才華 但是當時技術不太好的小貝 所以後來 我就把他找進New Image 宰陪他 那小貝在當時其實就已經很有才華了 只是總監那時候沒有給他發揮的機會而已 原來你們也有這麼一段 這個阿莫這個行銷手段這麼惡劣 我們一定要提高警覺才可以 我還聽說他們準備要找名模代言 而且還要挖角名模的專屬設計師 是 我 不好意思 我們在開會 沒事 我們開完了 我只是來找Richie做造型 木的事我們之後再談吧 我們先去幫我做造型 謝謝 專屬設計師 中法法醫大賽 是我心裡有你的痛 你當時不只沒有讓我發揮 還把我趕下台 我剛剛不是講了嗎 菜鳥指的是另外兩個 你是有才華的那一個 你對那個有才華你就從他臉上跨過去 莫莉 你來一次 那一天我們法醫鬥牛結束以後 你為什麼要這麼用力拉著我 害我從小貝的身上跨過去 你有沒有發現 我沒有 趕快跟他道歉 對 但是你 還來得及 小貝 真是萬分抱歉 那天真是我太用力拉著總監了 所以他才會一不小心 讓你遭受到這種 跨下之入 我罪該萬死 那你一定 我已經不怪你了 小貝也不是一個氣象狹小的人 相信他也不會再生你的氣 你可以去忙 好 小貝 你不要怪我 那你呢 也千萬不要怪總監 總監曾經告訴過我 他非常的喜歡你 他喜歡你的笑容 喜歡你的 你可以去忙 好了啦 莫莉都已經道歉了 你就不要再生他的氣了 你最好是把結論推給莫莉了 你自己說啊 你當時到底看我哪裡不順眼 不順眼啊 你臉皮厚皮筋差學藝不經 又不知道檢討 只能臭這一招 你一點女人味都沒有 不過 你現在很有才華啦 整天笑容滿面 非常有女人味啦 你現在說什麼都已經來不及了 這個醜會記一輩子的 那你就是一個氣量狹小的人了 那你騙我去拍婚紗照 還有騙你我去女家閣樓 過夜的事情 我也要記一輩子了 你敢 小貝 老師 你們有空嗎 我現在請你們吃個飯 好 老師 你有空嗎 怎麼突然想要請我們吃飯 是 我是想請小貝吃個飯 因為前陣子她碰太多事情了 現在總算走過來了 想好好幫她慶祝一下 老師 好 那就吃飯了 那就說定了 你剛剛幹嘛不答應人家 這樣很尷尬 我跟她的關係你不是不知道 我們兩個一直就是冷人 除了公司上面也很少講話 奇怪 她要請你吃飯幹嘛 連我一覺去 你不要想那麼多 反正Anna是要對你釋出善意 不知道能不能因為我的關係 可以慢慢化解你們的心結 什麼 你要去拍Man's Desire的封面 你小心一點啦 他笑得不錯嘛 有七位數字耶 拜託 你是不是知道那本雜誌是男人看的 內容很煽情 跟你的形象一點都不符吧 形象不符 求他扶就好啦 我現在在台高主 怎麼可以想那麼多 你到底知道那本雜誌的封面女郎 穿得很少啊 我是一個模特兒耶 要接受尺度本來就要比較寬 你不要去見男朋友工作 為什麼 我不知道 我其實沒辦法看你拍那種照片 謝謝你 Richard 可是我現在 只能拼命接工作來還債 只要有錢賺 什麼樣的工作內容我們都可以配合 我晚一點 還要去彈一個大的法品代言 如果彈得下來 那個收入還不錯耶 好了 我們不要彈這個好了 我們不要彈這個好了 請太用 小貝 來 你要多吃喔 謝謝 給你 謝謝 謝謝 雅詩 小貝是你所栽培的 你要繼續照顧他 會 我之前還在想 怎麼讓他適應你的方式 結果其實你們現在感情還滿好的 我是發現小貝很單純 很有才華 我把它當作你們一樣的看待 好 好 怎麼那麼豐盛呢 還請我吃大餐 怎麼好意思啊 又不是什麼特別的日子 對 我昨天跟你爸通過電話 我告訴他說 你現在這樣已經有一個很知心的女朋友 他聽了很高興 你為什麼要跟我爸說這個 我覺得你們兩個感情很好啊 所以我才來自作主張 為什麼不能告訴他呢 安娜 以後我自己的事情 我自己會跟我爸說 雅詩 安娜總監也是關心你 所以才會跟總監難到你 不要那麼介意 我們先吃東西吧 我去一下洗手間 不會急 好 伯父 雅詩你 你怎麼在這 我跟小貝還有安娜在這邊吃飯 小貝 媽 小湯 你們兩個自己吃飯 那我們一起坐吧 不用 我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談 你們兩個哪有什麼很重要的事情 可以談 伯父 我跟安娜在那邊吃飯 就留點悶 我們如果跟你們吃我們才悶嘛 不行 小湯姨 你不要這樣嘛 大家都已經碰到了 不是坐在一起不是很尷尬嗎 爸 對不對 這姨姨 不是啊 他好歹也是小貝的老闆之一啊 我們不過去啊 沒有禮貌 來 走了 湯湯姨 走了 小貝你坐在那邊 走 走 小貝你坐在那邊 貝先生 先生 您 能夠跟安娜這樣子高貴的人一起吃飯 我真是覺得三生有幸啊 是不是老貝 貝先生 你真的很幸運 雨湯姨這樣一個人照顧你 沒有啦 沒有什麼啊 我就住在老貝跟小貝家隔壁嘛 整天就看著他們父女兩個 老貝平常又沒有人可以聊天 小貝現在長大了 也找到了自己喜歡的人了 老貝以後就會更寂寞了 那這個時候如果我不陪他 誰陪他呀 是啊是啊 那這十幾年來 我一直在中南這個空間裡 那現在呢小貝也長大了 開始接觸外面的花花世界 我才警覺到 我帶的空間是如此的狹隘 一直沒有辦法給身邊的人 提供更好的生活環境 也留不住人 唉 這都是我的錯 不過 還好 香香儀呢 一直沒嫌棄我 還不斷的幫助我 關心我 我虧欠他實在是太多了 那小貝 你現在也找到自己的幸福 爸爸也很放心 是時候 我也應該 給自己找個適合的伴侶 來 來 我敬你兩位 來 來 來 老師啊 小貝這一小孩啊 不溫柔也不賢惠 我敢斷定啊 她婚後 肯定不是個好老婆 爸 洗衣燒飯啊 她通通不會啊 不過現在時代變了 觀念也不一樣 老婆不再是這個 養在籠子裡的金絲雀 你們應該是志同道合 盡情發揮 這樣彼此呢 才會有一片天 兩個人呢 走的路才會更遠 希望 你能夠幫助小貝 發揮她的專長 發揮她的興趣 這樣才是小貝的幸福 我知道 小貝啊 哪一天 爸爸如果不在妳的身邊 就要自己照顧自己 爸 幹嘛講這種不解憶的話 我們不是說好好一輩子在一起嗎 小貝啊 爸爸年紀也大了 什麼時候兩腿一伸 也沒個準 其實爸爸最大的心願呢 就是你能夠找到一個好的歸宿 萬一爸爸不在了 在這世上也有一個人 能夠代替我來照顧你 是吧 雅思啊 小貝給了我這一輩子最快樂的時光 接下來我希望你能夠代替我 給小貝一輩子快樂的時光 你會答應我對不對 對 會 我答應你 你 Shankar 我只能夠 你不會 理好 你不會 可燃姐姐 我可以去 我去 看這 murdered 我看這 你不會 你不會 那 好多的 瑞琪 怎麼了 沒事 我馬上回來 可南姐姐加油 可南小姐真的是名不續傳 還是那麼多光彩那麼多亮點 外面人家都說 說什麼葉可南 已經不是第一名模 已經過期了 可是對我來說 我不覺得 我還是堅持用你 謝謝 那我直接講重點吧 如果你要替我們阿莫答應的話 費用是 兩千萬 那這筆錢 你就可以還給Roger 那你欠的債務 就還了一大半 你也知道這件事情啊 你看看你手上那份合約 看看還有什麼問題吧 我的合約 為什麼還有林爾齊有關 這是福太條件 找你代言阿莫的條件 就是林爾齊 必須要跟你在一起 跳槽過來的嗎 我聽說你為了他的兒子 而簽下一大筆債務 那我想 他應該有義務 去幫你解決那個財務危機吧 可是要他背叛朋友 我做不到 聽說 已經借了 男性的封面了對不對 那在哪裡呢 再來 你還要露什麼 難道你真的想 靠賣寫真集 來還債啊 你再多露幾次的話 就沒有航行的了 難道你真的認為你以後 還有東山在一起的機會嗎 記住我喔 沒有林爾齊 就沒有這一份兩千萬的合約 我考慮一下 你爸這頓飯吃得很傷感 我爸一直在等我媽回來 等了十七年 他也終於要放棄了 你媽一直沒消息啊 嗯 他也沒有回來了 也這樣嗎 我想像江儀 應該會是一個很好的伴侶 他會一直守著你爸的 我想我爸需要的 就是這樣一個伴陪他吧 那Richard的酬勞 我會加碼的 那我想真的條件 Richard應該不會拒絕吧 喂 我是Richard嗎 Richard 原來妳談的事啊 莫我的待遇 我記得上一次我在香港看到妳的時候 我應該很想跟妳合作 沒有想到我機會那麼快都來了 關於妳們代言跟跳槽的條件 我已經可能談好了 我們Amor很歡迎妳們可能的加入 記住了 記住了 這一次是妳最後一次 東山再集的機會 每天中午給我打 好 可惜那個人就是David 因為他們要挖角就是可難按鈺去啊 不可能 她默開的條件怎麼樣 當然費有兩千萬 哇 可安姐姐要賺兩千萬耶 爸爸 可安姐姐 妳們一起跳槽 二千萬玩 就可以多一點時間陪我啦 爸爸妳跳槽嗎 跳槽好不好 好不好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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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跳槽好不好 不要再槽了 先上車吧 我先送妳們回去 旋風 先上車 在前面爬吧 我們以前都是因為相信妳 但是現在 卻變成這樣 快點 找到這號店Mango 找到趕開車吧 免得 會找到證據 趕開 叫妳們趕開聽不懂嗎 Emma 費難度 兩個男的欺負一個女的 幹什麼男人 比難度 我真的喜歡妳 妳有形象的名設計師 性侵名模 這張照片太有說服力了 這位設計師 就從倫敦法一直都回來的 晴空 不可以 晴空的手就這樣 她現在的狀況 不適合任何手機設計師 請請 一束心情 结证我两爱情的降临 在我心里 最爱的人就是你 装上翅膀 我要飞向你 爱的眼睛 如此坚毅 这是我们的 甜蜜约定 Baby You will know Our love so sweet